本司提问,如果加入属性增强器,能将所有配件属性翻倍,游戏会怎样呢? 这个道具还是很有趣的啊,只将配件带来的属性进行翻倍,当然了瞄准镜肯定不算了,游戏会有什么改变呢? 一,枪械将更容易控制,大家都知道,配件给枪械带来的提升是巨大的,能增加枪械的稳定性,减少后缩力,减少射击时的摇晃程度等等。 所以有了属性增强器,很多枪械都将更容易控制,新手都能完美压枪了。 二,空头必定加入属性增强器,属性增强器如果加入到游戏,那肯定是空头才能刷新,为什么呢? 其实不仅仅能让枪械更容易控制,最关键有些配件的属性还是很变态的,例如消音器,现在几乎就听不到枪声了,如果有了属性增强器,估计就能完全消音了。 像快速扩容弹匣,弹容量可以更多,换弹将会更快,这样的效果实在是太强了,所以必定只能通过空头获取。 三,配件多的枪得到大加强,真加入这个道具的话,最受益的当属配件最多的几把枪了,M416,SKS,维克托,MK47。 他们除了瞄准镜,都能装四个配件了,四个配件的属性一翻倍直接无敌了。 交伙伴们,对此你们怎么看呢?欢迎关注三连哦,我们下期见。